我們覺得桃園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城市 這個動漫展其實在台北以外的地區不容易發展 但是桃園市是非常特殊的城市 我們是六都裡面最年輕人 年輕人對這個動畫漫畫的動漫活動 我們其實非常有興趣 但也適合在桃園的這個發展 那我們今天 今年是我們已經是桃園第七年 辦理的這個動漫大展 今年的祝福室幻象一景 那七年來其實我們也累積了一些動漫的團體 把這個活動帶起來 那我們其實動漫它是一個文化也是一個藝術 那同時它更是學術也是一種產業 那學術方面在這個各個學校的這個社團 或者是相關的科系都可以在這邊來發展來深入的研究 那我們希望把它轉成產業 那這個對國家對社會其實真正的有幫助 那我們現在比較在台灣比較盛行的這一些動漫 主要是以日本為主 那我們可以用日本這個基礎來做這個發揚光大 那希望能夠讓我們這個台灣文土的這個能夠自己發展起來 這個市理市長在這邊擔任的這個重責大任 那我們是希望這個產業能夠慢慢的完成 那桃園這個城市呢 我們是希望在各個的這個領域都能夠發展 尤其是跟年輕人有關的 那這個動漫產業很受到親戀朋友的歡迎 那其實這個我們年紀比較大的 看起來剛剛老師這個作品呢 看起來是沒有被換的 這個看起來也非常的少出現 我平常不太喜歡不太看漫畫 不太看這個所謂的卡通影片 那是那個宮崎駿的 我非常喜歡看 但我都沒有看內容 我就一直在欣賞他的這個漫畫的作品 畫得非常好 不管是電影還是電視都非常的特色 我們希望台灣很努力的發展 未來我們也有像類似這樣的展示的空間 1.210。1 秘密的 第7個月 轉向是電視的空間 同時的連夜 同時的トラブル 220下 121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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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